现在请周新生委员发言,请张恩迪委员准备。 各位委员,我发言的题目是,尽量让国人不求人少求人。 我想先用两三句话,讲一个小故事,开始我的发言。 最近,我遇见一位司局长领导说道,她的女儿在她的极力反对下,入了外籍,并嫁归了外国人。 是女儿劝她的一句话,最终让她接受了女儿的做法。 这句话就是,爸爸,您将来再也不用为您的外孙在国内上幼儿园、小学、中学求人了。 可不是吗? 我们的国人的生活中,存在大量的求人的事。 生老病死都要求人。 生的好要求人,病了治的好要求人,死了烧的好,埋的好要求人。 上好学要求人,找工作要求人,调动工作要求人,异地迁徙取得户籍要求人,参军要求人,职务职称净身要求人。 不一而足。 求人的主体上指高级官员,下指不一百姓,大有无人不求人之事。 求人的课题是在各个社级公共利益岗位上掌握着大大小小权力的和资源的官员或国家工作人员。 需要注意的是,求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求人者也是被求者,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壮观的中国式的求人图卷。 在求人图卷里,中国人传统的人情世故得到演绎,使得本来出于困境,寻求帮助的事,以及原本正常靠制度,靠法制应办的事,变得几乎世事求人。 求人成了常态,使得人际关系变得复杂,变得不堪重负,变得变了未到,从而形成了若干潜规则,形成了权钱交易,形成了人身一副,形成了特权,形成了不公平。 求人的需求被无限扩张,那么争取能求到人就变得非常重要,为此编制关系网。 疏通关系,维持关系,寻租,请客送礼,耗费了单位、家庭及个人的诸多资源和精力。 在这样一个以权力为基础,以人际关系维系的社会中,人情世故自然变成了比学识、能力更重要的制胜因素。 这种状况把人才的才华和注意力,吸引到了关系学和钻营上,从而影响了社会的创新能力。 人情世故本是一种正常的交集与生活方式,但是求人变得无数不在,且成为利益交换时,变成了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 人情世故在中国就像一张大网,铺的哪个角落都是,使得必要的交往演变成为精神压力。 人情成为债,人人为其所累,求人者累,被求者也累。 中国自古注重的礼尚往来,君子之交淡如水,正在成为稀有物。 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五点。 首先,是优质资源稀缺。 试想,当优质幼儿园,优质中小学资源丰富的时候,恐怕为此求人的人会少许多。 其次,是制度有漏洞,有弹性,有的制度执行不好。 这些均可导致寻租人的行为,可谓有需求亦有供给。 第三,是改革不到位。 原本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但很多地方靠权力和关系。 这反映了市场化改革在一些领域之后,政府只能改革仍不到位。 在人民眼中,靠市场,靠政府,靠制度,靠法律,不如靠关系。 有了关系,什么事都可变通,均可摆平,均可办到。 法的尊严,政府的公信力,社会的公理,市场的规则,均可挑战,均没有关系管用可靠。 第四,是对权力的监督远远不够。 权力在一些掌握权力的人手中,变成了交易的工具。 权力的运用,优质资源的配置,公开透明不够。 导致权力资源少的一方,向权力资源多的一方示好,以寻求更多的权力和实惠。 最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在社会盛化中沉扎泛起,如权力至上,官本位,人身异负,特权思想等等。 求人现象普遍化后,后果极其严重。 它破坏了公平,公正,恶化了社会风气。 损害了社会道德以及党和政府的形象,毒化了国人的精神世界,也不利于下一代的健康成长。 因为求人会使人在被求者面前,第三下字,点头哈腰。 长此以往,会使人的人格,骨气受损,投机心理和习惯,在不断求人的过程中会养成。 因此,必须下力气整治求人之风,努力让国人尽量不求人,少求人。 有六条建议,一是在进一步加快发展的同时,加大对民生的投入,不断提高民生急需的优质资源的供给。 二是,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改革政府行政职能,减少政府对优质资源配置的行政干预。 三是,加大反腐败力度,加大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 四是,完善制度,提高制度的刚性,设计严格办事程序,使寻足者无市场。 五是,在国民中倡导良好的健康人际关系,开展公民的法治教育和社会主义道德家价值观教育,宣扬尚德尊法依规的理念。 六是,建立公共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分配使用和管理的公开透明机制。 乘着十八大后,中共中央整治社会风气,及反腐败举措实施的东风,重点促进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为国人精神减负,让国人活得更轻松一些,更快乐一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